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音效为例 来给大家拆解一下究竟是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 首先第一个 我们这个吐音是通过舌头触碰这个哨片 阻止哨片震动 然后舌头在离开哨片 哨片继续震动 然后就清成了 这就有吐音了 然后大家记住 这个是一个舌头 单纯的只有舌头的运动 它不是说你一吐音就变成了 好吧 这叫吐音加华音 所以大家练习的时候一定要知道 这只是一个舌头单纯的运动 然后我们练习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说一个搭 因为这个发音方式有好多种 这个搭是其中一种 我们就以这个为例 然后说搭的时候大家可以看我的嘴 就是搭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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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同学照着镜子说 有可能会变成搭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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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变成了你们刚才听见那个效果 带着滑音和吐音 但是因为你的舌头动的时候 你别的地方就没有让它稳定 所以说我们练习的时候一定要照着镜子说搭搭搭搭搭 好吧 然后第二步 嗯 我们在说搭的同时 我们要感受这个舌头与我们这个上颚啊 有一个有个点这个东西 这个点就是搭 如果没有这个点的话变成搭搭 就不一定是啥样啊 然后所以说大家练琴的时候要去想象这么一个点啊 在哨片上舌头与哨片接触的时候要有这么一个点 有这个点就可以了 然后紧接着我们舌头位置也会有一点点能讲究啊 我可以用 就是我会用我的舌尖 这个位置 而不是 啊 这假设这是我的舌头啊 呃我的舌头不会这样直接顶到这个边缘啊 而是就是用舌舌向里一点 大概这个位置啊 去碰哨片的面啊 而不是说在这跟他俩就这样啊 这样是错的 大家如果这样凸音的话 你的舌头会出血啊 会破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方法 而是这种感觉 啊 这是哨片 舌头 这种感觉啊 然后在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慢 别着急 把这个分步练啊 第一步就是说我们吹响了之后 把舌头放到少片上啊 啊 啊 这个时候就就不发音了一下 然后这边再把舌头拿回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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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音就产生了 自然我们就会了这个东西 很简单啊 然后还有呢 有个同学说 我说我吐音吐不快 啊 这个吐不快 啊 我给大家示范一个效果 可能是这样 可能是这样 就不轻巧 听听来有一些笨拙啊 有可能 这个原因是因为你想 你在思维上有一个事儿 你没搞懂 我们这个吐音很重要的一点 是在你舌头拿回来的这一下 这一下是更重要啊 远比你堵上墙 你堵上就不响了 你拿出来 你拿回来之后 他才会响 所以大家我们练琴的时候 一定要想就是 吐音很重要 就是你要感受 你是如何把这个舌头拿下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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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说那 那也是一种发音方式 这个听起来会比搭更柔一些 啊 你说那的话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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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舌头啊 可能是我拿回来了 啊 所以大家练的时候一定要想 就是你要控制你的舌头 无论它是堵在哨片上 或者是拿下来 你都要有感觉啊 啊 而不是在这胡乱的随缘吹法 就是 不一定什么时候想的 什么时候不想 这就是你失去控制了之后 你肯定 你肯定不能就让你的演奏很稳定了 对吧 所以说无论是你干什么 不管是突音舌头上去 下来 这都是要在控制范围内的 啊 这都是要在控制范围内的 然后我们拿回来的时候也是有要求的 你一定要拿到跟你正常发音的状态一样的 啊 就是你正常发音的时候舌头在哪 然后突音以后 再放回来的时候也要放在这个地方 啊 不要说拿回来一下就不一定又拿到哪去了啊 这是 都是有临界点的啊 这个东西 大家一定要下去细琴练习 好吧 所以就是经过这么多 每一步的细节的分析 我觉得突音应该是大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就首先 你要想着 搭 有那么一个点啊 其次是你舌头与烧片触碰的这个位置啊 对吧 然后再其次就是你大脑里控制舌头运动的这个轨迹啊 这个很重要 好吧 希望本期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啊 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添加我们 可以添加我们课程部分的微信啊 这说的舌头都不好使 然后呢 如果喜欢兵哥的视频 大家可以点赞转发评论投币我们下期再见 examine kid 可以 呼 你 你的